最近中国女排正在征战世界女排联赛 第三场比赛结束之后 中国女排在朱婷的带领之下 打败泰国女排 接下来将继续冲击意大利女排这些对手 在这场比赛结束过后 国际排联还深夜给中国女排 送来贺电送来惊喜 对于接下来更好迎战意大利女排 无疑是重大的好消息 有利于中国女排 接下来更加努力冲击奥运门票 首先这一场比赛 朱婷首发登场 让很多球迷十分惊喜 最终在朱婷的带领之下 中国女排确实表现非常好 整个球队的气质都得到提升 大家的信心逐渐回升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国女排大比分 横扫泰国女排一点都不意外 当然和很多球迷的心情一样 国际排联 他们看到朱婷回归之后 同样十分激动 因为大家很清楚 之前朱婷一直被球迷调侃 是国际排联的新闺女 每一次朱婷有什么样的动态 国际排联都会第一时间 在他们的官网进行更新报道 所以这一次 再看到朱婷带领球队取得大胜 而且狂砍十七分之后 国际排联忍不住激动的心情 在他们的社媒深夜连发两条动态 首先第一条动态是宣布 朱婷女王真的回来了 接下来 再看到朱婷在这一场比赛 取得佳绩之后 国际排联又发文圣赞朱婷 让观众彻底沸腾 到了第二天的早上 国际排联又发了一条长文 宣布朱婷回归 表示在他作为首发的 试联赛第一场比赛中 朱婷这名中国队的主攻手 战胜泰国拿到十七分 惊叹于朱婷的优秀表现 可以看得出来 国际排联在中国女排 取得大胜之后 接连发布三条动态 胜赞朱婷的归来 认可她她实力 对于朱婷女排 无疑是莫大的鼓励 同时也可以鼓励 中国女排全体队员 毫无疑问 随着朱婷的王者回归 中国女排将会有更有底气 迎战各路强敌 当然除了这个好消息之外 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 这一次中国女排打败泰国女排之后 接下争夺奥运会门票 我们再度占据主动 后续即便输给意大利女排 只要不是大比分惨败 中国女排依旧能够占据主动权 不会被日本女排超越比分 这一点对于中国女排而言 比较安心的消息 接下来只要做好自己 把最好的表现展现出来 正常状态迎战意大利女排就够了 不要背上太多胜负的压力和包袱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 对于中国女排而言 此次打败泰国女排和朱婷的回归 让这些主力球员相信 我们中国女排依旧是那个传统强队 是能够打好比赛的 并不会像之前面对日本女排一样 被打得溃不成军 此次信心的回归 对于中国女排而言 甚至比赛式的胜利还要重要 只要带着这么好的底气和信心 后续不管是迎战任何球队 中国女排都能打出优秀的表现